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荣幸可以邀請到各位貴賓 歷臨今日的開幕儀式 那麼首先就一起用歌力的掌聲 歡迎精神健康基金會的董事長 吳海國教授 跟我們說幾句免疫的話 大家都知道頭老 它實際上是一個工具 我們平常對這個工具都不太認識 因為造成生活上的傷感 有一個困難 也不曉得怎麼去把它處理好 比較嚴重的話 這個工具 它的工具會輸去造精神上的疾病 那更好 這個目的 是要希望我們有緣來進入這個展覽場 多會能夠學習這個老工具 它的工具是怎麼樣 讓它的工具可以好好保留 那就要平常懂得去保養它 讓這個老的成立 能夠一而一充備 我現在講起來非常簡單 但是事實上 這麼簡單的道理 我相信 隔壁哪一路人家 有什麼大部分的話 就是大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的展覽 是希望讓我們周圍 靈體的人 或者看你們諸訊 知道在這麼好的地方 這樣漂亮 又有歷史的古蹟裡面 來感受 來經驗 來瞭解 腦的工具 腦跟精神健康 有什麼關係 腦的工具 它是讓我們應對進退 以現實生活下來 有一個很重要的 沒有那麼可以 我們入常生活的應對進退 處理生命種種事情 就牽涉到我們人生再次 這個生命本身的效果 所以精神健康 它今天在鼓勵 我們要優足生命 把它轉過來 就是要好好保養我們 好好照顧我們 讓頭腦可以善加 發揮它的能力 來經營我們每天應對 要種種事情 能解決要好好解決 不能解決要懂 我們度過它 這要腦的能力 腦的功能 處在優良的狀況 才可以去拿到這個能力 所以 我們在全國各地有 優足生命教師 只要再講個講 頭腦的頭包養 讓腦力可以維持到好 腦力不夠的用來開創腦力 用這樣的方法 來可以建立我們 人生困難困難 能夠有方法的突破 這個叫做精神樂我 所以樂我只是永遠的一種快樂的生活方式 碰到困難 所以難免有苦辣涉嫌 有這種悲傷 有憂鬱 有挫折 有疑惑 但是能夠平安的度過 所以平安過一陣子 不是說安靜的都沒有什麼事情 只是能夠有很多的挑戰 很多的不足以 但是能夠像初始這樣的大的流傳 可以在充滿海難的大海裡面 可以平安降臨 就叫平安過勿者 所以雖然是講到科學 但是它是用到駐藏品質 來經營生命的幾個工具 我一直覺得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座各位回去 離開了這個場 這邊有三天的大海 盡量努力新和高原 共同系統來這邊 感受這麼沒有積極的環境 去體會 來瞭解我們生命過去 紅老 我今天很高興 不過在這個地方 在這麼好的地方 來做參加 這個農民的意境界展覽 開幕的儀式 感謝自己 來特別感謝今天來的會議 基金會的董事 能夠來這邊 做一些非常唯一的事情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董事長用多勉勵 接下來我們邀請到的是 精神健康基金會創辦人 劉俊傑常務董事 我們上台說幾句主意的話 謝謝各位大家好 各位你是各位選事嗎 因為我很少在公開講話 我想要講一個最近發生的故事 就是我跟董事長還有幾個朋友 大概在三十年間 一個月晚上一起吃飯 就聊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人類的科技 尤其師傅科技的幾乎 是不是可以讓人的壽命一直延長 比如說 從過去我們富足被可能治 平均活到六十來歲 現在大概要富到八十九 未來可能 一百二一百五 要來三百 是不是有可能 那麼如果有可能的話 那麼最難克服的一點是什麼 我們就聊到這個問題 那我們各個的想法就是說 現在的首爾蘭多 科技上的進步 我們都可以說換新啊 換肝啊換肺啊 我相信未來任何氣質性的器官 就是負責一個 我們生理機能運作的一個 很很很很很 單一性物體的那種習慣 大概也有關 我相信不久都會被打 然後咧說什麼排斥啊 還是血 就是維持生理機能能力 都可以 沒有問題 可以解決 唯一可能一百年 兩百分都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那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 你可以培訓你的這個 人的生命的這些 生理機能繼續演習下去 可是你的腦已經不能換 因為不能換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其他器官都是一個功能性 譬如說心臟啊 肺 它就是一個負責 負責這個心跳 一個負責呼吸 可是腦它本身是一個 重點性的一個 可以說 人是所謂為整的一個 最重要的東西就在 所以你這個 這個總和性的東西你怎麼換呢 所有的器官都會壞掉 然後你會壞啊 腦位退化會很壞 那你沒辦法換 為什麼沒辦法換 因為你換了一個新的 你就不成為你是所有的原因 因為你的記憶 你的總和思考 你的價值觀 你的判斷 你的所有東西 除非說技術之外 能夠把你現在有的 這個腦的所有的東西 當落到一個 東西裡面 然後換一個心腦以後 再把這個當落的東西想起來 再用配腦 再把它傳輸回去 你認為這種技術 人量過就才做得不好 所以人量過幾百年 最大的問題 是在腦的這個東西 而腦的複雜性跟重要性 由於我們平常 這個 有一句話叫 吸煙流查 我們習慣了 我們就就是說 那就是這樣子 想什麼 我在行為講話 思考 就已經是很習慣 吸煙流查 反而我們對我們身體上 有一個不舒服的東西 我們會很注意 譬如說 今天心跳不快 是不是心跳毛病 肺腎 腎 檢查上的功能收到 可是我們對腦的問題 我們通常都是吸煙流查 其實腦才是我們 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通常這樣講完 很習慣的一點就是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磁彙裡面 常常會心來代替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腦的重點 但是我們不用心來代替 譬如說我們說心情 其實是腦的情 你心情好不好 其實是你腦不要化身重 或是心臟 心臟是一個負責卡 好像不怕補負責你這個血液空虛 有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這種 對腦的重要性的喜愛 而不常 到時候 大家沒有很清楚去認知 跟腦的一個重大性 還有腦的一些東西 包括我們現在的一些 對人體身體上的緊密 可以很 幾乎可以百分之八九十 會了解其他人 就是只有腦 我們可能只知道 腦的一個百分之二十 甚至不會超過百分之三十 就是所有的保護 所以腦科學的展現 其實是一個 未來人類的一個 知識跟科技 能夠達到的可能 裡面還有很大的 空間的東西 那 即使這樣讓基金會 現在辦這個腦的美麗精的展覽 當然能夠 提供給各位的資訊 也是陷入說 人類陷入僅致 對腦的一小部分的知識 不過這些東西 一般人可能 平常接觸跟 了解一點點都沒有 那我們覺得說 先有這些基本的一個認知 對未來這個 包括我們國家的 也許年紀的 是我們這個 年紀少大 對這方面的認知 跟了解也是很重要 因為你有這些東西 有你所謂精神健康 裡面的一些問題 有一個基本的概念的一個認知 然後在實用上 在我們可以進一步去 怎麼樣 弄到最低 我想這時候 基金會 辦這個展覽 也會最重要的 那我想 今天剛剛拉拉招來 給各位報告 感謝大家的意思 謝謝各位 好的美麗精簡展覽 可以看到後方的捲軸區 我們總共展出了 56幅的捲軸 我們總共分成了四大主題區塊 那這些所有的內容呢 都是由本會 腦與精神樂和教育館 重設組號召 會專家共同討論 設計而成 現在就邀請我們的召集人 同時也是台大腦與 心智科學研究所的所長 秋立豬教授 跟我們說幾句話 好 還有劉寶 還有金鐘秘長 還有社會 精神健康基金會的同學 大家好 今天是很特別的一個日子 我們自己的美麗境界展覽 我們如同大家的夥伴會選獎的 這是我們的第一百三十次的展 我們第一年的第一次的展 是在2005年 也就是十一年前 大家想想看你十一年前你在哪裡 十一年前 我們第一次展 十月在我們的Y70 就是青年必樂中心 我們的替場展 要準備這個展展 其實我們是一群夥伴 花費了一整年的時間 我們從2014年年初 甚至我記得是2013年年底 我們就開始籌劃 籌劃裡面的這些夥伴 我剛剛特別就去找 我們基金會出的那本書 《一股腦圈之道》 那這上面有當初籌劃的這些策劃群 這策劃群裡面 當然包括我們的董事長胡艾德教授 有包括我們的花茂琴教授 是我們台大心理系的教授 還有杜永光教授 大家知道是台大外科 很有名的神經外科教授 還有郭忠祐教授 就是我們現在台大前神經部主任 那也是我們生命學研究所的教授 另外邱敏章醫師 大家如果知道 他現在是從台大神經部的主任 還有陳子彩醫師 精神科醫師 還有一位我們很尊敬的 李宇宙醫師 李宇宙醫師 就是我們精神科的當初老師跟醫師 那當初他也對我們整個貢獻了很多 尤其大家參考到睡眠的這一塊 他貢獻了很多 李宇宙醫師已經離開我們了 那今天還有黃欣禮醫師 他是我們第五份的醫師 我們在整個展覽裡面 在不同的展場 大家提到一百三十場 我們有些展場 看展場的場地的大小 我們會在展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其實 也提供給大家來看 我們真正人本腦是長怎樣 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在第五個的醫師們 他們幫忙很大 那也還包括鄧慧文醫師 如果大家現在看到 現在鄧慧文醫師 常在我們的電視裡面 大家尤其熟悉的精神科醫師 還有吳嘉勳醫師 在謝宏很有名的醫師作家 所以在2004年 我們是有這麼多的一群製作群 然後我們是幾乎每個月 要開醫師會 那大家從福道 那準備這些教材 還包括跟各媒體 大家的不斷討論 不斷的如何把這種神經 生理學 結果學 那甚至病理學 這方面的知識 如何用大眾話 可以了解的語言 那用活潑的方式 來呈現給大家 目的是什麼 就是精神健康基金會的目的 那我想我這邊也許在公話 有時間容我 留懂我可以介紹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感動的故事 就是我們的精神健康基金會的成立 它是在2001年成立 那我其實是精神基金會 三歲的時候加入這個團體 那時候 當我知道精神基金會是怎麼成立的時候 那是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起來 就是我們的流動 它認為我們一般民眾對於腦固方面的疾病 那就我們現在如果在音樂裡面分類 它算是精神和方面的疾病 社會觀眾一直是認為社會大眾認為 如果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就會認為說是我運氣不好啊 我祖先可能沒做好事啊 所以我得到這個疾病被詛咒啊 或怎麼樣 可是在我們現在醫學的角度去看 絕大部分的精神方面的疾病 我們幾乎都可以用腦科學來解釋 也就是這些疾病只不過是我們腦生病了 跟我們心臟出問題 情緒不整 血壓太高 或你會痛 會癢 我們都知道那是不同身體的組織 出問題 我們就會去找相關的醫師救折 唯獨我們的腦生病了 在整個社會大眾裡面 大家還是要匯集記憶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 我們這個基金會 那為什麼要辦這個展覽 很重要的問題 讓大家認識我們精神方面的疾病 只不過是我們的腦子生病了 我們也把它看待是這個腦子生病了 我們要去找相關的醫師來治療這個腦的疾病 那也要社會大眾接受這樣的疾病 我只是病人 我一樣是病人 我沒有比別人更矮 我沒有比別人更糟糕 我只不過我的腦出問題了 所以我可能在行為上的部分 會當別人可能沒辦法接受 那我們希望說 讓大家來認識腦子怎麼樣去做 這是我們的目標 那劉董講了一句話 所以在最近一兩內 我們在一個聚會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話 劉董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業人士 他說 我取之社會 我賺了這麼多錢 我如果我的小孩沒有辦法用到的話 我把它捐出來幫忙這個基金會 讓大家多了解 然後再推廣 大家對於有精神方面的經歷 能夠及早救護 我是不是也是回歸來的社會 那幫助更多的人 所以我一直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感人的 感人的一個初衷 那我們這基金會 架從2001年到現在 今年10歲 15歲還16歲到 這麼多年來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展覽 我們也 已經現在說是130場 突破20萬人次 更重要的是 我們在全台各地 今天是本來希望還有一個數字 我們已經在台灣的每一個點 我們像出口一樣去按紅的篤町 我們有好多點都展過了 包括外達金門 這是我們這個 從2005年到現在展覽的一個價值的一個程度 那在這裡面 我們會培訓很多志工 導覽的志工 那導覽的志工呢 很多是就像二位一樣 大家對這個議題有興趣來看 然後加入基金會 然後經過我們的培訓 那這些導覽的志工 我們也慢慢發現他開花結果 那在這個地方 我最要講的是我們的陳文宥先生 我也很想講為什麼 他就是我們基金會的導覽指工 那大家 我事先不好意思事先 我都沒有跟兩位講過 我相信同意 那陳文宥先生也是非常成功的系列家 他來幫忙我們導覽指工以後 他開始如劉先生一樣 他注意到腦是這麼重要 腦科學是這麼重要的英文學問 這麼複雜的英文學問 他從這樣子導覽的一個過程中 他開始有興趣了 他開始對腦科學有興趣了 然後他自修 他的背景是哲學系畢業了 然後到國學管理學 好 那他開始自修 自己唸書 那結果他考上了 我們台大的腦語心智科學研究所 這是新成立的所 也不教心啊 我們今年第一年的 第一年的籌備副主任司 就是我們文外國教授 那第一年的所長就是文外國教授 那我是接任 現在是第五年 所以我是現在接任的所長 所以跟陳文宥先生 本來是基金會的同事 突然變成我是他的所長 那他今年也非常優秘的成績 是他的表現 甚至他的表現 表現好到他的指導教授 跟他一起到巴黎去開會 得獎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這個 好 努力經濟很難 這是我們沒有想到要錯的部分 好 那我們認為當然陳文宥先生 今天很高興他又回到這樣的一個場地 好 那所以這是 這麼多人在努力 所以我是要擴展 這樣子的優勢進展到 到整個勝利上 那我們希望說 大家共同一起來努力 那回去 找你的慶祝好友來 那我們這上面有所有 我們這些給給給給給給 好 那我們也希望 將來 有更多的陳文宥先生的人 好 我們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那二零六初選健康嘉年華 我們將在禮拜六這個這個周六 下午一點從北門開始 會有一系列的北門西門 還有西北月次的舞蹟巡迷跟導覽 那麼在兩點半的時候 會在西北月次廣場這邊有舞台表演區 以及我們的工藝市集跟免費的健康服務 今年的嘉年華呢 算是結合了 腦科學歷史文化以及土地的連結 算是歷年來的創舉 那這個嘉年華醜肺的過程已經半年 聯絡動員相關場地一起共襄盛舉 身為這個活動的執行長 同時也是基金會公關組召集員功夫可落 現在讓我們一起邀請黃新松會長上台 所以今天謝謝嘉年華 來來提醒健康主席 董事長 各位各位會病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來參加我們這次的掌握 開幕的演藝 我想剛剛我們的幾位專家 所以可以說是台灣最優秀的 老的領域的協助專家 為台灣的老的這個境界 付出這麼大的一個心力 十幾年來 我們每次的老長 都每年都在進步 那這一幾年度呢 我們的主題就是以我們的古蹟 現在在座的各位 只是在這個房子 是在一百零三年才 整修完整的百分的一個古蹟 那這個古蹟 它結合這一次我們要辦的 這個古蹟的行李從北 我們開始我們在DIA6的1點開始 那整個行李呢 主要是要結合 認識我們過去的一百多年前的 人老 跟現在人老的想法做的 有什麼不一樣 尤其在北門城 我們就可以看到 很代表現在一個古蹟 你看當時的建築 可以說不用最好的 也就是說 可能是拖腦最好的 用最好的方法去做那個門 那個城門 可是你去看 當然是一百多年前 差不多一百三十二年 那個城門 你最值得架子 看出那個門 那個木板 那個鐵片 你看看 離這裡 離現代流行 只有幾年 一百多年而已 可是腦的一個領域 一個花園的進步 真的是 這個領域非常的大 所以真的不可想像 所以我們從最高 中等跟低 哪個分三個領域來講的話 如果很聰明的人 他其實高等的話 他的創意 包括我們現在的科技 這方面 對不對 那一般人 可能在中等 就是停頓在哪 可能少部分人是跟不上 那我們就是要來關心 跟不上這些人 中等的這些人 怎麼樣來領導他 通常說 我想多人能夠免除煩 認識多人 會讓你的領域 開得更開創 我剛剛大約也拿去 他說他媽媽五十幾歲 什麼酸痛病毒不舒服 還是問題出在於他的腦 他的方法 那腦的思維也造成錯誤 剛剛我們劉董事長講 不是希德問題 心情不好 心不好 那應該不是希 是腦的這個領域 所以這腦的領域 我想在這裏我們的董事長 還有我們的協助專家 他能夠發生這個重要性 可是台灣對這個領域 確實認識的太少 他個人很容易 能夠有機會來參與 來學習 所以希望在這個領域 能夠再度提升 把這個領域能夠擴散出去 讓台灣在整個未來的成長過程中 不要因為少部分的一些困難 尤其你到中年人來 都發生這種困難 樂樂與憂鬱、教育 工作、療養、病動 他就打在領域外面就是 不了解太少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療養 能夠吸收 每個隊員發揮一個主題 讓他很期待 明年度要來開始 做一個檢驗測試 明北的應該要做一個檢查 像最近的癌症等一個問題一樣 我們觀念是檢查 預防攝影治療 可是過去的觀念 身邊才要看醫生 他是錯誤的 腦的靈略是一樣 你要怎麼做一個 變成定期的一個檢查 譬如我們這個委員會是兩年 我們委員會是 誒 你看你檢查一下 你腦有沒有跟不上 或是腦停毒 或是你腦 你再退化太快 造成一種疾病 我們希望透過 航展的論 提升給各位 讓我們的社群更健康 更好的一個發展 再度的謝謝各位的參議 記得禮拜六一點 那今天回去 所以我們的群組做得很好 很多LINE做得非常好 傳給你的情報 一定要來參加 因為三五前群 這是我們董事長在交談 三五前群走出來 讓你更健康 健康沒什麼方法 少病動 多運動 少算動 多走路 多運動 再度的感謝各位 祝我們各位 永遠是快樂健康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大家別忘了 這個禮拜六 一點我們在北門捷運站 一號出口 就會有一連串的定點導覽 我們第一批也會邀請到我們王青松會長 來為我們做非常詳盡的歷史的一些導覽跟解說 那接下來呢 我們即將要進行我們的揭幕儀式囉 現在邀請所有的貴賓們 是不是可以移駕到台上來 那我們也預祝三天後 我們會在西本月四廣場的嘉年華活動 可以盡力圓滿成功 那我們等一下倒數三二一 就請大家一起把紅布幕往前拉 一起揭開我們精神健康嘉年華的序幕 三二一 我們的攀腿的叫小龍莫玲 非常非常的可愛 謝謝